刚一入行 他就成为当地人眼中的水鱼 就是生猪头来给人家宰 他就好骗 他不给你看一下 不给你说什么东西 他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 就是花530万元 买了三只鲸 他为什么会 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一只鲸 不可思议的问题 从水鱼变成鳄鱼 就是有鱼接种 黑警无关 因为一次吹牛 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震惊整个行业 要更新加工的产品出来 对我们乌龟的出路是很好 看深圳市的上凯 仅四年时间 如何成为当地 珍稀龟行业的领军人物